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嫁给了查尔斯·霍克斯·查尔斯·霍克斯 并专注于抚养他们的三个孩子 罗伯特·洛瑞博士 Dr. Robert Lowry 是一位杰出的福音歌曲作家 他是纽约布鲁克林汉森广场 敬兴会教堂的牧师 洛瑞见他有写诗歌创作的天赋 答应为他写的诗歌剖曲 并鼓励他继续写散文 《我时刻需要你》 写于1872年6月 霍克斯写道 有一天作为一位年轻的妻子 和37岁的母亲 在一个仰光明媚的6月早晨 我正忙于我的日常家务 忽然间 《我时刻需要你》 这话被带进我的脑海 并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我坐在敞开的窗户旁 拿起铅笔 把字写在纸上 几乎和今天一样 霍克斯把这首诗拿给洛瑞 洛瑞在诗中加入了副歌和音乐 霍克斯夫人继续解释说 对我自己来说 这首赞美诗在写作时是预言性的 不是表达我自己的经历 因为它是在爱和欢乐的翅膀上飘向世界 而不是在巨大的个人悲伤的压力下飘向世界的 1872年 艾拉桑基·艾拉桑基在全国竞性会主日学协会大会上使用这首赞美诗 第二年 这首赞美诗出现在洛瑞和威廉多恩编撰的主日学皇家王冠上 《我时刻需要你》 这个词在赞美诗中重复了20次 丈夫驱失后 霍克斯反思了他歌曲的力量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首赞美诗触动了人类伟大的激动之心 直到很久以后 当阴影诗笼罩着我的路 一个巨大的损失的阴影时 我才明白了在我甜蜜的宁静与和平的时刻 我被允许向他人发出话语中的安慰力量 霍克斯写了400多首赞美诗 《我时刻需要你》这是今天唯一唱的 他的赞美诗从发表在当时各种流行的主日学赞美诗书中 霍克斯夫人于1918年1月3日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去世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赞美诗 《我时刻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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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许你 每一时刻我许你 王主随时是恩惠 我老海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 与你清净 魔鬼若来试探 是我的生 我许你 我真许你 每一时刻我许你 王主随时是恩惠 我老海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 或有或乐 诸如不予我情 许多此生 我许你 我真许你 每一时刻我许你 每一时刻我许你 王主随时是恩惠 我老海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 我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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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时刻我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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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你 王主随时是恩惠 我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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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你